接下來來看一下那個iTai1這個部分好了 這個iTai1的畫面借我一下 那一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iTai1的這個連結 它其實排名在這個Jason裡面排第二名的 那當然如果你知道哪些地方 這個有免費的iTai1的連線可以用的話 當然是一個還蠻好的訊息 而且如果對外國人來說應該他旅遊應該還蠻方便的 就是至少有免費的WiFi上網 對他還是個誘因嘛 所以這個好像我印象中好像也有那個APP 有把這個資料放在他的APP裡面 那如果將來你如果要自己寫APP 你也可以拿政府開放資料去連結API就可以 那點進來之後的話一樣 它裡面有提示它是YouTube 8 而且它提供幾個欄位 1 2 3 4 5 6 而且它是有經緯度的 那這個經緯度的資料看起來好像比較精確 而且沒有剛剛的指外線那個問題 就是說 墮點一堆的那個問題發生 你會發現底下 而且它提供的這個經緯度還蠻精確的 甚至它到小數點的第六位 這樣的話其實精確度就非常高 甚至它還提供給我們地址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拿這個資料呢 幫我繪製出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台灣的iTaiwan上網的一個熱線地圖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再配合什麼 最簡單用Excel裡面的那個3D地圖 那不過剛剛同學有事啦 當然第一個你一定要有這個資料 可是問題喔 它如果沒有提供給我們CSV的話 或者Excel檔的話 那變成你要自己去把它變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啦 如果你是CSV喔 你用那個Excel裡面的3D地圖是不能用 一定要另存成Excel 那當然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把它存成Excel 你變成可能還要再加一個Pandas就可以 所以後面我們會用到Pandas 那也許再跟各位講 怎麼樣直接就把它存成Excel檔 OK 那就可以直接繪製出這樣一個圖 那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繪製地圖的話 除了用點之外 好像還有分佈圖 其實還蠻多的特效的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所以呢 你要繪製視覺化的圖形之前 你一定要先變出那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 假設它提供的是一個Json格式 那我們該怎麼因應 所以這邊的話呢 它有提供給我們這個資料相關訊息 那所以你把它點開來之後 看到這個資料 那我跟各位講過啦 你不需要自己那麼累去分析啦 當然你可以看到 我是建議齁 你第一個要直覺看哪些 你不一定直接要貼到那邊去 其實你大概就可以把它放大一下看一下 它的開頭有沒有 它的開頭如果是什麼 開頭如果是中國阿虎的話 那表示說齁 它外面就是先串列 裡面才是放字典 那個結構跟剛剛不一樣喔 剛剛是 它是先大瓜糊 裡面才是放中瓜糊 所以其實Json它沒有固定的模式 說一定外面一定是大瓜糊 或者中瓜糊 不見得是一定的 那如果不見得一定的話 你只要看到外面是中瓜糊 那你就是用一個串列去接它 如果是大瓜糊你就用字典去接它 大概原則上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要看它的結構 去做對應的動作 如果動作對的話 那理論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OK 你會發現它其實結構上 一個中瓜糊 一個串列 裡面的話呢 就放大瓜糊 那這個大瓜糊其實也蠻好解析的啦 前面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Key跟Value 所以這個應該是它的編號 有沒有 然後在它的什麼 它應該在哪個地方 然後名稱叫什麼 然後它地址也會給你 有沒有 然後呢 它的這個 它的什麼 它的緯度 它的精度 有沒有 前面其實就欄位名稱啦 Key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欄位名稱 然後就這個一個字典 然後豆點之後就下一個字典 就是下一筆記錄 OK 那一直到最後應該就是 這樣的架構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把它 把這個Ctrl-A C 再貼到這邊來之後 把它改成Tree 有沒有 把Core 貼過來之後的話 改成Tree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我跑出來 那你會發現 它就跟我們講Array 特別注意喔 如果 看到是Object Object的話就是字典 就對應到字典 那如果是Array的話 對應的就是正列 就是List OK 大概是這樣的對應關係 那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中國阿虎 而且裡面跟你講說呢 裡面呢 放了1萬 應該是1萬 1萬0 兩個 所以呢 也就是目前I-Taiwan的佔點 大概有這麼多啦 OK 那分別在哪裡 底下就有 那 中國阿虎意思說 它外面是一個 這個 這個 串列 然後裡面就放一個個字典 所以我們需要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裡面 有沒有 在這個 六的話指的是六 應該是六個欄位 然後呢我們只需要後面的Value 所以其實跟前面的做法蠻像的 只是差別是第一個動作 我們前面接的就不會是什麼 前面接的本來是DICT1對不對 那我這個 Jason Lowes 因為它現在外面是 什麼 包的是一個 List 所以呢我前面用List來接啦 所以我習慣是這樣子 OK 然後呢 裡面的東西呢 它是一個一個的字典 所以呢我在這個List1裡面 一個一個字典 分別把它取出來之後 然後呢再取得它裡面的Values 裡面的Values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 它會是 一個大瓜糊 有Key有Value 那我只要後面的Value 有沒有 OK所以呢大概原則上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 取出來之後存檔 大概是這樣 iTaiwan.ca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們encoding 如果Youtube 8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我印象中好像發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執行之後呢 它跳出這個錯誤 它這個錯誤 如果將來你 假設執行之後看到的話 你看一個關鍵字 UTF8 1-SIG有沒有 假如說你看到這個敘述啦 很簡單 它如果有這個錯誤發生的話 那表示齁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它的編碼方式齁 你就改一下 改什麼呢 在這個後面齁 再加上 因為它裡面有 這個 簽 簽署一個 這個SIGN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裡面的話呢 你就再加一個SIG 1-SIG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UNIQL 理論 UTF8 可能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UTF8 一種是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而且它告訴你說 它的這個 傑森的Decot L 的話 而且後面的敘述 以及 我跟你講 UTF8 這個關鍵字的話 那理論上 這樣改應該就OK了 所以呢 我改完 這個地方之後 理論上執行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第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把它漏進來之後 先放在List1 然後呢 把它裡面的所有的字典拿出來 取得它裡面的Value 放在List2 那一樣 因為有七個欄位 所以我就把七個欄位 七個大瓜糊加一個換行 然後分別 最後存成一個CSV 跟前面C一樣的動作 我把它執行 OK 那你會看到 那第二個錯誤發生 你會發現 欸 這個執行完之後 他跟你講說 你發現錯誤了 那錯誤訊息 可能慢慢各位要習慣 因為有BUG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上課不可能說 一直發生BUG 一直寫不出來 那這樣也沒辦法 所以我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 如果將來你看到這個BUG 你要能夠知道為什麼 主要原因 他會跟你講說 你這個錯誤是在第12行 有沒有LINE12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當你寫錄的時候 發生錯誤 那錯誤的狀況 他底下會跟你講說 Unicode in code L 這什麼呢 他說呢 Unicode 因為我的資料來源是Unicode 但是呢 你要寫進去的是CP950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而且跟你講說 他有些 這個 資源的編碼有沒有 他沒有辦法找到對應關係 那什麼意思喔 有點像是UTF 這個UTF-8 是Unicode 他裡面的資源集 可能有六萬多個 但是呢 CP950 他的資源集 就一萬多個 那也就是說 很多次Unicode有 但是 CP950 找不到對應的字 那這個怎麼辦呢 他就沒辦法幫你 幫你做對應關係 Map不起來了 所以 這個時候呢 變成說 所以你們應該會遇到 那種狀況就是 你網路上得到的東西 你把它存檔之後 他 因為存成的是CP950 所以存完之後 有些字 尤其是喊用字吧 他就變成問號了 他就變成沒有那個字 因為他找不到對應的那個字 他就給你一個問號 那當然呢 那個是 他 怎麼講 他用問號來幫你解決 可是程式 他不跟你過 那所以呢 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個解決方法 就是說呢 存檔的時候呢 乾脆在這個 存檔的 write 後面 再增加一個 參數 這個參數叫什麼 encoding encoding 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好了 你預設是 預設如果你不加的時候 是用CP90 可是呢 如果你加一個encoding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跟他講說 不然你幫我 乾脆存成UTL8好了 也就是說 這個CSV檔 它的編碼 格式 就是 就變成 也是UTL8 那UTL8 就是unicode 對unicode 絕對沒問題 OK 所以也是可以量解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 欸 錯誤就沒有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剛剛解決兩個問題 這應該也蠻常遇到的 第一個問題是 編碼 utl8還多種 1-SI區 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發生 那個什麼 unicode 這個什麼 encodeL的話 而且跟你講說 CP90找不到 對應的編碼位置的話 那有個方法 就是第二個解法 就是呢 你可以 把它 存成UTL8 但是 如果你存成UTL8 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呢 就是 你將來 再去開iTaiwan這個檔 如果 假設你直接用 那個什麼 用 這個 eSale開的時候 那會悲劇 為什麼 因為 它的編碼方式 是UTL8 打開來的話 就亂碼 那怎麼辦 你變成 假設你一定要eSale看的話 當然如果你 不用eSale看 你用 右鍵編輯 你用記事本開的話 反而記事本是沒有亂碼的 反而記事本 在這個地方 比eSale強 OK 那如果你真的 硬是要讓eSale開 沒有亂碼的話 你可以用記事本開 另存新檔 把它怎麼樣 改一下編碼 它的編碼現在UTL8 你把它改成ANSi 再存檔就可以 不過它會出現 錯誤訊 好像 它會有一些問題 會跟你講說 如果你這樣存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 自圓遺失 為什麼 因為 UNICALL有字 然後呢 ANSi就CP90 沒有字的話 那會變成 那個字會變成問號 那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就按確定 不過我們其實 主要是能開就好 那如果是的話 你就這樣確定 再把它關閉 這個時候呢 打開那個什麼 eSale的話 你會發現 亂碼問題就消失了 那只是說 可能有一些字 就變問號了 那至於哪些字 可能如果你不是那麼關心的話 反正就算了 先可以開就OK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打開之後的話 當然呢 如果你要再把它變成 那個地圖的話 插入裡面 你們可以 假設你的電腦版本是最新的話 中間大概在這個位置 會有個3D地圖 不過如果你現在是CSV 它一樣 3D地圖一樣是不能按 所以你變成什麼 你最後一定要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 Excel的格式 它才可以讓你 做那個存檔的動作 才可以 3D地圖才可以去run 那你只要怎麼樣 再把那個3D地圖 把那個資料丟給它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 跑出這個地圖出來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圖的話 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說 你說經緯度 如果你沒有經緯度 用地圖 可不可以 跑出我們要的地圖出來 也是可以 但是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 它會很慢 為什麼呢 如果你用地址 這個欄位去查的話 它那個點地標的話 它就變一個地址 打完換下一個 所以它那個點是這樣 先點點點點 然後慢慢出來 慢慢出來 可能要跑個好幾分鐘吧 我看到幾萬筆資料 大概要跑個好幾分鐘才跑完 但是如果你是經緯度 直接給它的話 你會發現 大概不到一秒鐘 就全部跑完了 所以差異其實會非常的大 如果你的 要打的資料量非常大 那當然了 你就一定要取得像經緯度 但是如果你是要讓少 你用地址倒也無妨 不過目前看起來 這個資料應該也不算 它這個大概有一萬多筆 我印象中一萬多筆 它就跑好幾分鐘了 所以 這個可能再斟酌一下下吧 另外其實所有 以Sail Map之外 其實好像還有別的 可以畫地圖的相關工具 各位或許也可以再試試看吧 那我也許 Python裡面也有 只是說這個程式會相對的比較困難一些些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我剛剛寫的程式 一樣有放在那個雲端的第幾頁 這個地方 第27頁的地方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那個 存檔的地方 這個我剛剛沒 這個地方存檔可能要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我Jayson Row前面 因為它是一個串列 所以前面我用列蛇去接 然後再分別把它的字典拿出來 再把它這個輸出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 當然我們剛剛只是大概 研究上抓那個前幾個 就是瀏覽次數比較高的 那底下我還有放 像 其實我自己對那個 就是文化部的那個 展覽的資訊很有興趣 所以我會把它整理一下 我發現這個資料蠻多的 好像好幾千筆吧 就是各個博物館裡面 目前展出的項目有哪一些 那從什麼時候展到什麼時候 甚至好像台灣最近博物館也發一個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 博物館卡 愛台灣博物館卡之類 它有那個可以一整年 反正你隨便去 就沒有限制 就是吃到飽了 那種概念 而且不貴 其實還蠻 疫情前其實還蠻想要買 因為如果有這個訊息 那我可以到處去看博物館 OK 那因為疫情關係 我發現好像有些博物館就沒開 沒開好買這個卡就不划算 OK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利用開放這個資訊 也可以得到這些相關訊息 其他還有什麼 旅遊方面其實還蠻多的 我發現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一堆就有開放 像那個圓箱的旅遊路線 而且它還有幫你把行程排好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幾天、幾夜 怎麼玩 路線都幫你安排好了 你只要把資料調出來 你就可以跟著這樣 其實我發現裡面資料真的還蠻豐富的 感覺好像就是 一個代開發的一個 算是 這個 資源很豐富的一個礦山 你可以在裡面可以得到很多東西 其他當然還可以分析 像什麼 交通事故等等的 比如說 這個最近大家也在討論 為什麼 台灣的那個交通事故這麼高 原因何在 這邊其實它也有蠻多類似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再自行練習看看 那把這個步驟熟悉一下